那将军你看呢 这个就不神秘了 这是真的了 我们国防部长已经证实了 他说美国有打算 要把储备弹药放在台湾 把东亚的军备库存 改放到台湾 因此大家很好奇 存到底是放什么弹药 第二存了 那需要用的时候 可以拿出来用吗 那再来无偿吗 保管费呢 维护费呢 这是两种东西 一种呢 因为台湾用的火炮战车 都是很老式的东西 美国军货工厂也没有了 要股货也没有 库存也没有 只有东南亚国家可能还有 所以他把东南亚国家 那个老战车已经是越战时候了 他要收这些 以前的老库存给你 这个我买来 我觉得用是可以用 但是他保值期过了没有 我这一辈子打过很多 叫做过期的废弹你知道吗 那裁判官就吓死了 那个破机炮打出去 三四十码 就掉地下来 我旁边那个测验官都握倒了 我说没关系 那个炸不了 所以库存的东西 库存的老东西是一种 对 另外一种就是说 能用吗 从东北亚 东南亚那些国家里面找 什么标准飞弹 赤针 这些他承诺给我们的 或者说 他给你一个什么 比较重的武器 但是这个武器绝对 使用权不在你手上 假定说台湾老兵 哎呀美国把核子武器拿来 是不是台湾就安全 我告诉你 拿来你也不安全 你由不得你啊 以前美 我们在八二三炮弹的时候 美国有屠牛式飞弹啊 那也是核弹头的 对不对 所以库存的东西 库存你把新式的阿波丁的 那个战车炮弹拿来 我没有战车用啊 对啊 你把新式的155的大的榴弹炮给我 我没有啊 对所以你不要 那美国想干嘛呢 这个就是一个自圆其说嘛 因为我美国不出兵 台湾你自己打 大家都知道台湾打起来了 但要不够怎么办 那我也没办法送进来 所以我给你建弹药库 我告诉你 邱国正能说反对吗 对 打仗一定会消耗很多弹药 但是我们的弹药库都已经满了 已经很多年的库存品很多了 我告诉你 我给你担保 将来就是拿你地下室 各大楼的地下室当弹药库 所以很可怕 你要打城镇作战嘛 他一定给你城镇作战的东西嘛 还有我们这些老旧武器的弹药嘛 机枪袋 其实我们都自己能造啊 对不对 但是美国不让你造 也不是 我们好东西 你像熊三熊二 很多关键的零件 可能是要美国的 邱国正有没有弹出这个要求 因为你库存东西 总有一天打完的 而且我现在估计啊 这些库存品的东西都是 不是新式的武器 都不是 你像乌克兰已经把美国的标准飞弹 次针飞弹给搞得差不多了嘛 我们有没有这个原因 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机枪子弹 破极炮弹 105炮的 脱翼式炮兵的炮弹 在东南亚国家可能收得出来 大家都有老货东西嘛 孙将军你怎么看呢 以前大家都说 哇 很期待 再看美国这种新的隐形的战略轰炸机 但是刚才这个舰长也讲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现在飞弹可以射这么远 我还需要这种隐形的战略轰炸机吗 它又这么贵 因为现在美国面临的是什么 大批的主战兵力的F-18黄蜂 大黄蜂要退了嘛 F-22又只造了那么几家太贵 那它现在问题就是说 它对付中共叫做三合一的打击力量 第一个就是飞弹 自海飞弹 所以日本要买 台湾要做 韩国也要弄 菲律宾团也要搞 滨海战斗团也要带 对不对 这是火网嘛 第二个就是潜舰嘛 潜舰还是美国手上的杀手武器了 对不对 第三个呢 空军 他要说 这是我第三合一的东西 但是这种飞机 连它洗个澡都要花好几十万美金 你听懂吗 就是它的清洁剂 还不是拿水浇洗车那套东西 它那个隐形的涂料很敏感 所以这个飞机不但造价贵 保养也贵 第三个战场的CP值 正如舰长所讲的 你导弹打得到 我要这个战略轰炸机干嘛 也是做个几架了 雷根那个时候 搞苏联 怎么搞的呢 我有个什么新武器 Star war 那苏联是啥 你有什么 我要做什么 你有什么 好了 你穷 我有钱 我说哈 苏联就这么夸 这个隐形战斗机 也有这么个味道了 你 中国大陆不是在搞六代吗 我这边也在搞六代 你那边搞七代 他就给你搞这个 我觉得真正隐忧的是什么 将来要发展叫轨道 轨道卫星的炸弹 就是说利用天上的卫星 越来越多 定时穿过某些地方 也知道地上的目标在哪里 再加上说AI的技术控制 这种卫星携带的东西 完全无法防 你没有办法防 还有一个 在更高空的话 你知道 我们以前就不讲吗 一个大陨石 就造成地球气候整个改变 那个陨石里面没有炸药 它就凭这个重力加速度 打下来就不得了 那个陨石大一点的话 跟个炸弹威力差不多 你能拦吗 所以这个东西 战争发展到后来 我觉得现在为什么 老公拼命投资 他的天上的太空战 美国发现 他这方面已经有点落后 有点赶了 这个什么战略轰炸局 什么这些东西 这是你眼睛可以见的 拿来bluff的 拿来有点唬人的了 真的吗 你一个这种战略轰炸 你能带多少弹药 除非你带核战 核弹头 那人家的核弹飞弹 一样打过来 所以这个问题 科技在没有停止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嘛 天上丢个运石下来 也是炸弹 因为它的重力 美国就有发展过 用那个乌钢的那个钢珠 或者是那种东西丢下来 它也可以贯穿 躺个车的这个天灵盖 所以这个东西 战争的发展 没有止尽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那中国大陆的歼20呢 军事观察杂志网站报导 现在说新一批的歼20 数量越来越多了 而且预估在今年超过美军 已经停产的F-22 全球最强五代机机队 光是歼20的副总设计师 王海峰他就说 歼20不只强 而且还要飞出去 还要打出去 他说歼20的一特点 超音速大航程 机动性很高 让歼20呢 在应对空中威胁的时候 有前代战机 难以比你的优势 现在五大战区的歼20 不只要守家园 还要打出去 我们看解放军的空军的发展 他是叫做摸了石头过河的 我试验 试验发现有缺点 再改 所以他有ABCD型 那到了认为很稳定了 能够主宰这个战场了 他就大量量产 他现在F-22 歼20的现在的做法就是说 我现在可以跟你F-232对抗 而且我可以主宰战场上的空优 我是专一只做一个任务 就争取空中优势 就是说你任何战斗机上来 我可以把你干掉 所以他要扩餐 扩量 才会大量生产 你知道吧 要不然你看 他的科技到了这个地步以后 他的引进 推力大的引进 就给F-16了 C-16 C-15了 甚至于C-10 都在提升战力 这是一个经济算盘 我要跟各位观众讲一下 全世界的军火发展 两个半模式 美国模式是这样的 四家公司 我开出一个规格 你们去研发 然后来竞标 然后选中 你像我们的F-51怎么来 是竞选失败的 那家 那我花那么多钱 你又不要 对我研发花了这么多钱 你卖给台湾 你懂 你懂意思吗 卖给台湾 就是说他投资成本比较大 苏联比较穷 他怎么看 你出来F-84 我就出米格15 给你抗衡 在中国大陆一看 美国一看 那我就搞F-86 那我就搞米格17 那 俄国的特色 我永远是米格这一家公司 我不需要投资四家公司 我没那么多钱 我一看你的进气口改了 我发现气动力学上 你一定有某些优点 我也改了 那中国大陆起先 也是走这条路 你知道吗 起先也是走 现在他的 中国大陆现在的财力 比苏联要强 比俄罗斯要强了 他就可以 研发他自己 研发他的东西 但是他也就是在 国营企业的里面研发 刚刚参议委员讲的 他不会去交给 四大公司去赚钱 你看 洛克斯德 波音 这些都是参加 空中武器竞标的单位 竞标单位 人家公司不要有利润吗 工厂是不是要赚钱呢 对不对 养着工人 对不对 那工资又比中国大陆贵啊 所以 现在军武装备 我讲两个半嘛 那最后修正的是中国大陆的嘛 就是说我比俄罗斯有钱了 我可以 不完全在模仿 但是你可以看 很多机型还是差不多的了 对不对 你的前二十跟这个 这个F22也差不多 因为这是气动力学的限制 跟逆中的限制 他一定是走这个形式去发展 我参考一下也可以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啊 就是成本低 效率高 产量大 是造成今天 中国大陆军武产品的 毅然突起 所以他的产品 年轻 有进步 活力相当 就刚刚他讲的 载力不重要 我的攻击非但重要 对 千里之外 一样把你干掉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 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 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PI714 享有折扣哦 跟DHA的优惠代码 接下来 后面 两成功 都